丽莎·阿古特是菲律宾通讯社的记者 她前往北京 重要任务就是参与中国两会的报道 丽莎说她最感兴趣的是经济议题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副总编辑 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未来规划 对整个东南亚地区 特别是马来西亚 会产生深远影响 每年南洋商报都会持续关注报道中国两会 中国两会一直是我们马来西亚 华文报长非常关注的一个会议 因为中国作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也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中国的规划发展 对东南亚区域 特别是马来西亚都影响非常深远 两会期间的 必定会有一些经济上的重大决策和规划 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发展 费萨尔是马来西亚国家电视台的记者 这次来华报道两会 费萨尔曾在2010年来中国报道过 第16届亚洲运动会 这十多年里 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费萨尔希望此行能够让他更好地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 并把在中国的所见所感 呈现给马来西亚观众 我喜欢做这些事 我非常感激烈 因为有一个代表 能处理这些事 这是一个更多的 我和社会 我们下期再见